有个200斤的朋友去医院体检 医生让他撑完之后 自己在表格上填一下体重 朋友拿着笔犹豫了半天 觉得写100千克不好看 所以他就写了0.1 蹲 月考试卷发下来之后 老师在班级大发雷霆 你们平常上课都在干什么 才考这么一点 没想到有位同学在台下 小声嗲嗲 我给你露一手 你还以为自己教学质量有多好 有一天老婆突然对我说 老公我给你变个魔术 能让你忘记你是一条狗 我什么时候是一条狗了 你看你忘记了吧 一年忙到头 用六位书的密码 保护着四位书的余额 心真的好累 表姐今年30多岁了 还没有结婚 有一回邻居家80岁的老头问他 你都30多岁了 别人这个年纪连二胎都有了 你怎么到现在还是单身 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没想到表姐直接霸气回复 在你这个年纪很多人都已死了 你怎么还不去死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能做 nun